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韭菜炒蛋 韭菜炒蛋也有各种各样的炒法 那条条大路通罗马 只要你做的好吃 就会被认可 今天我们简单快捷的做两种炒法 第一种炒法呢 我们用半磅左右的韭菜 韭菜挑好洗干净水沥干 头一刀给它去掉 那买韭菜好 要挑这种宽边韭菜 这种韭菜呢 水水的比较嫩 切成一寸多一点的长短备用 蛋打开 蛋壳里的蛋清又可以做面膜了 四个蛋做一次面膜是绰绰有余了 这个白色的蛹拿掉它 放些料酒 加些盐 少许糖掉掉鲜 最后呢别忘了加一点点水 让蛋更嫩滑一些 准备工作要全部做好 因为等一会儿火开了以后 就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了 火开大 日锅日油 先炒韭菜 韭菜一炒就熟的 翻几下就准备调味了 只要放一些盐 不要放糖 放个糖怪怪的 但是不是叫你炒的太咸 以前炒韭菜啊 就说韭菜要咸一点好吃 其实是为了下饭 关火先装盘 往四边推一推 中间留一个糖 待会儿放蛋 锅在清水里淋一下 再起油锅 这个菜好 两样东西都很吃油 油热蛋下 炒到它结块变金黄 就可以装盘了 这个就是分开来炒的韭菜炒蛋 第二种呢就是混炒 混在一起炒 韭菜切成小丁 差不多用碍到三两这样子 我们当它轻松快用炒 然后找一个大点的碗 把蛋扣出 饼上也弄就弄出来 我们放些料酒 盐 稍微偏咸一点点要 糖 这种炒法就无需加水 因为韭菜里有许多水分 拌匀就可以开火了 整个就像个蛋饼的感觉 热锅热油 炒到它结块 炒到结块 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两种炒法都很简单 你不妨当着晃晃花样 都可以试试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关注 拜拜